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咱们今天来分享一道茄汁鸡丁的做法 这道菜中我们选用的是鸡脯肉来制作 首先准备一块洗净的鸡脯肉 把它从中心以分为二片开 然后再把它切成大约一指宽的长条 再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鸡丁 鸡丁不用太大,这样更容易入味 切好后装入碗中进行简单的腌制 在里面加入少许的盐增加底味 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加入适量的料酒去腥 再加入适量的姜丝 然后把鸡丁充分的抓拌均匀 抓拌至顺滑的状态先放一旁腌制十分钟 接下来准备半根洗净的黄瓜 从中心以分为四 然后再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黄瓜丁 切好后先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少许的胡萝卜既可以搭配颜色 也能够增加丰富的营养 把胡萝卜切成大小均匀的 胡萝卜丁和黄瓜放一起备用 准备几粒的大蒜把它拍至松散后 再切成均匀的蒜末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把少许的大葱从中心以分为二 再切成葱花 切好后和蒜末一起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少许的生姜切成细丝后 再切成姜末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在碗中加入三到四勺的土豆淀粉 然后在里面打入一颗鸡蛋 这样可以增加酥香的口感 接下来在里面加入少许的清水 不需要太多 水太多做出来没有酥香的口感 而且也挂不住户 把它活制成这种比较粘稠的状态 接下来在里面加入两勺的食用油 加入食用油可以增加它酥脆的口感 在制作的时候也不容易粘连 把面糊搅拌至顺滑的状态先放一旁备用 鸡丁腌制好后把里面的姜丝全部挑出来 然后把鸡丁倒入活着好的面糊中 把鸡丁在面糊中充分地搅拌均匀 拌至到每一粒鸡丁都均匀地裹上一层面糊 拌匀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不容易成熟的胡萝卜丁先倒入锅中进行焯水 焯水的时候加入少许的盐和几滴的食用油增加底味 把胡萝卜丁在锅中煮至到表面透亮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把它捞出控水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锅洗净烧热后加入适量的油 把油温烧至到五成热的状态 然后把裹好面糊的鸡丁逐个下入到锅中进行炸制 把鸡丁在锅中先炸制到略微定型的状态 然后轻轻推动 这样鸡丁就不容易粘连在一起 全程采用中火不停地搅动慢慢炸制 把鸡丁在锅中炸制到表皮明显金黄酥脆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把它捞出控油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在锅中留少许的底油 淀好的蒜末生姜和葱花倒入锅中充分地煸炒出香味 炒香后在里面加入适量的番茄酱 加入少许的辣椒酱 然后用中小火把酱料在锅中充分地炒香 炒制到这种粘稠浓郁的红油状态 这个时候在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不需要太多 略微稀适量的酱料汁在锅中充分地炒匀 然后再把准备好的黄瓜和胡萝卜丁添加到里面 它们在锅中稍微煸炒出汤汁略微浓郁的状态 那时候再把炸好的鸡丁添加到里面 然后用大火快速地把锅中的食材充分地翻炒均匀 表示到表面均匀的上色开始调味 加入适量的生抽和鸡精提鲜 烧菜中不需要添加过多的盐分 调味后把它充分地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一道鲜香爽脆的家常版茄汁鸡丁我们就做好了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